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道葱油蚕豆的作画 这个时候的蚕豆特别的鲜嫩 非常的好吃 大家好 我是住宿大山 爱美食的我 每期呈现给你不一样的味道 下面为大家讲解葱油蚕豆的具体的作画 首先呢 我们先准备好新鲜的蚕豆 这个季节的蚕豆呢 非常的好吃 很嫩 再准备好适量的小葱 我们最好用那种小香葱 小香葱的味道呢 特别的香 下一步呢 我们把这个小葱改刀 把小葱呢切成小葱花 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点火起锅烧油 锅内放入适量的清油 把锅中的油烧制成五层热 然后把热油呢 浇在我们刚刚切好的小葱花上面 这样可以瞬间爆出葱的香味 榨出葱油 下一步起锅烧水 锅内放入适量的水 水开之后呢 锅内放入四克盐左右 接着呢 再把刚刚准备好的蚕豆 倒入锅中进行焯水 这样做的目的呢 可以让这个蚕豆 能够更加入味 等待这个锅中的水呢 再次烧开之后呢 我们把蚕豆呢 倒出控水备用 下一步呢 我们往锅中放入适量的高汤 如果说我们在家中制作的话 直接放水即可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刚刚焯水的蚕豆呢 倒入锅中 这个时候呢 水烧开之后呢 我们开始调味 放入适量的盐 糖放入少许 然后呢 再放入少许的鸡精 最后我们再放入少许的鸡汁 没有鸡汁的朋友呢 我们在家中也可以不放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开中小火呢 慢慢的微制 大概时间五分钟左右 让这个蚕豆呢 吸收这个锅里的汤汁味道 下面呢 非常重要的一步来了 我们把刚刚榨好的葱油呢 放在这个蚕豆当中进行微制 这一步呢 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我们大家在做的时候呢 这一步千万不要忘记 而且呢 这个葱 我们一定要买小香葱 因为小香葱 它的葱香味非常的重 非常的浓 最后一步 往锅中呢 勾入少许的薄芡 这样做的目的呢 是让锅中的汤汁呢 包裹住这个蚕豆 这样我们在吃蚕豆的时候呢 才能够更加的入味好吃 爱吃蚕豆的你 赶快试着做吧 我们在家中很方便制作 它的做法很简单 你学费了吗 朋友们 大家有好的建议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多多留言 希望看到我视频的朋友 给我加个关注 点个赞 那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今天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呢 下期见